我,到底是誰? 因為對車的熱情進到這個行業 二十年至今 我,到底是誰? 是二手車商人 是收藏家 是想帶給大家歡樂的Youtuber 亦或只是個同心為民的大男孩 除了商人以外的答案 我都想成為 但不幸的是 商人卻是我最最拋離不了的身份 每台車都是我的 卻也不是我的 將一個充滿故事的物品裝點之後 交給下一位朋友 繼續著他下一段未知的故事 現實的狀況是 無論是擁有大玩具的喜悅 整理檢查車輛時的專注 影片中為了節目效果的細虐 將愛車售出後 望著他離去的不捨 不管你見到的是哪一面的我 這都是我 如果你能告訴我 這樣的道路是正確的 我將一直努力的走下去 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這台有沒有 上次柯P收回來的 1995年的Saba 9000 CDE 當初它最早出來的 9000這個車款 是1988年 1992年是第一代 1992年之後 改成我們現場這種 第二代的 到1997年 這是第二代的9000 那引擎也從2.0改成 有2.3波輪增壓引擎的版本 那我們現場這台是 當初是200匹馬力的版本 再上去還有一個等級是 Arrow Arrow 是Arrow還是Arrow 當時有一個 多30匹的版本 就是運動版 那我們現場這台是 200匹的9000 CDE的版本 CDE應該算是 2.0的第二個等級了 當時它配備有 這個雪霜 還有天窗 然後真皮座椅 那當時第一代的時候 燈稍微比較大一點 而且它有區分 有黃色的這個方向燈 跟下半部的白色的這個大燈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進氣壩 舊款的也稍微嫌大了一點 那新款了之後 就做的比較扁一點 有線型一點 當時那個年代 沒有在電折的好不好 這個老客戶就知道有沒有 買過就是什麼 撞得更長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 它這個 不會斷 不會斷的 這是有彈性的 裡面是做一個 有做一個彈簧 對 有做一個彈簧在裡面 你經過大力的撞擊 我要大力 欸我上次這樣敲一下車 踢一下車 人家說 我跟你講 車對我們來講 我們實在是 太熟了 我敢這樣踢它是什麼 有把握 我就是知道它很硬 對不對 它如果是 不是 它如果是 不是 我就不會踢了 因為我怕我一踢破掉 所以像這個也一樣 我們有經驗 所以我們知道 當你像上次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 撞到巴古尼亞 對不對 如果是這台車的話 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你看 用 真的用 這個真的 它這個設計是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我常常在講 現在很多做電動後視鏡 我跟你講 一撞就掛了 上次被我撞到那個 Toyota 是不是就掛 馬達也掛 齒輪也掛 整組都換掉 一萬多對不對 這個 我跟你講它撞一輩子 有沒有 所以它不能收起來嗎 不會 不能收 這個方向也一樣 兩邊都可以 有沒有 我們是 絕對的把握 才敢做這些事情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到輪胎 當時輪胎的尺寸呢 是這個 195655 小了一點 如果現在的2.3 不要說現在2.3 現在1.5就做到18吋了 17吋了 那當時已經做到2.3T了 它還是配195655的旅圈 而且啊 我現在看它這個旅圈 是2018年 只有2年的胎 代表什麼 這個車主它雖然很少使用 但是它還是一直定期肉在照顧它 那當時它這個車是整個歐洲 像比如說 是在很多國家都有生產他們的配件合作 像它的登殼當初是法國的 Made in France 有沒有 你看 這是這個廠牌 這廠牌有名 這到現在都還有 那這個車真的是非常強壯的一台車子 你看已經到了25年 我們無論它是停在車庫還是停在外面 風吹日曬雨 其實你都找不到任何一定點 生鏽的痕跡 這個就是可見說當時造車人的精神跟認真 跟工藝的不一樣 我首先要講一下喔 比如說像現在我那個 218 我都用這個來比較 它的拉柄是整隻都是拉柄 現在很多車都設計整隻是拉柄 所以你一拉出 你是沒有任何的 像這種車你可以這樣 可以抵著 有個抵著 但是你沒有的情況之下 你會變成很難控制你的力道 有時候 如果這邊就是牆壁 你 沒有辦法控制你的力道 有時候拉過頭 你很怕就扣到 因為它一拉就跟著你出來了 所以有個抵住的話 我們就可以控制我們自己的開度 你看人家25年前的設計 比現在的設計我覺得還要好 那歐洲車的開度 一般都習慣做得很大 我要試一下 它這個門把坐在這邊看好不好開 因為它這個門把 跟我們現在想像的位置不太一樣 我坦白說這個握把設計的 不是很恰當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會嗎 支點在這邊 你力距這麼近 所以你小朋友 我其實會 很吃力 對會很吃力 它應該會後退一點 對你的力距應該在這裡 現在的車大部分都設計在這裡 所以力距比較大 或在這裡 對不對 你力距比較大的時候 關的會比較輕鬆 尤其像這種車門又重 不過無所謂啦 反正古典車 Classic 它這是要讓你怎樣 你知道嗎 我在開的時候啊 這樣打開以後 我可以用這個去頂開 你拉開的時候 可以用這邊 有沒有 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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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啊 我覺得當時啊 它用的這個皮革真的很棒 你看它這個皮革旁邊 這邊還有這個標籤 我覺得它這個皮革真的 歷久彌新啊 有沒有 你如果齁 觀眾朋友有看那個 近拍的畫面 你知道 它的所有的這個皮革 狀況都還非常的柔軟 而且不裂 齁 真的算是保存了很好的一台 經典車 那時候你設計 有設計這種安全燈啊 設計在門上這種安全燈 像Volvo那個年代也是這樣設計 齁 一紅 一百 應該是歐洲那時候 他們為了安全都會在這邊設計這個 警示燈 好 看前面 然後還蠻有趣 它的這個 後車廂的開關在這裡 然後它 調整後照鏡的這個開關很有趣 它就是左 然後右 中間 然後調整這個 像以前那個 PS2那個有沒有 像骨頭 然後就可以調整 上次我們93的 我覺得很喜歡 Saba設計的一個出風口元素就是 它是360度的 你看那時候就是這樣 有沒有 25年前 它就是這種360度 這前面 我覺得應該還有一個更好用的頭 可是應該是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造成我現在捏這個鞋子 不知道怎麼捏 我記得前面應該還有個頭 那這小燈 大燈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是這個霧燈吧 大燈調的很高 低跟儀表的亮度在這邊調整 然後它這邊也是一樣 富有三組的記憶電動椅 它這邊是沒有手套箱的 我剛剛找了一下 真的沒有手套箱 所以那個不能開 不行這SRS 我怕一開 棒 但這裡有個按鈕有沒有 按下去會怎樣你知道嗎 保險絲 保險絲 對 保險絲 現在很多保險絲都設計在很難找的地方 例如這下面 然後這側面 其實都很難拆 還有你看它當時 阿魯金的音響 薩巴委託阿魯金製造的 那當時的老車還有一個就是 煙灰缸都喜歡做的很大 現在其實車不太有煙灰缸了 以前老車有的連後座的門板都會有煙灰缸 都有煙灰缸 還有一個是當時這個 盒木都是貼皮的 你看像它這裡已經有一些脫落 有沒有 它這個 你看到這些盒頭木都是貼皮的 這撕掉 唉唷 你看 其實它這個都已經鬆掉了 這個現在鬆掉可能就是要把它拆掉了 要不然會怎樣你知道 會造成你車上過度的這種 震動的聲音 然後它這種高級車就是這樣 你看 它的這種 放置東西的裡面都有絨毛 有一點摩擦力阿 手機丟的比較不會飛出來 然後當時就有這種 按鍵式的橫紋空調 這個也很有味道喔 不需要液晶的 我覺得很棒 然後這邊有一個時鐘 這個也是非常有復古味道的時鐘 這個在晚上看起來特別漂亮 感覺真的很爽 這聲音很紮實 不是阿 裡面都鐵阿 整個都鑄鐵的阿 現在很多是空的阿 但是我覺得不能這樣比 因為現在雖然比較沒那麼安全對不對 可是現在的保桿真的便宜 比以前便宜很多 有一些 國產車阿 甚至一隻 保桿比幾百塊而已 像當時有一些老車 後面還都會做一些緩衝 不凶 因為當時沒有所謂的 什麼潰縮的這種 造車的想法 跟理念 就是有多硬做多硬就對了 對不對 沙發有多軟做多軟 以這種豪車來講 馬力有多大做多大 當時就是這樣 而且阿 當時我覺得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當時就已經有這個 熏黑尾燈的這個概念 這個一直到 國產車要很後期才有 當時的這個沙發 它就已經 在這個 方向燈的部分阿 都已經做熏黑的出 我們去看行程 好 那你看喔 其實以這個2.3渦輪的這個引擎 它比較常出現問題的點 是因為 當時為什麼那麼少車 是屬於比較高級的車 才會用渦輪對不對 那是因為第一個 它造價比較高 第二個其實主要是 技術還不夠成熟 因為當時渦輪這個 從排氣管出來 這邊的溫度 動輒要到達前 所以會造成什麼 你引擎除非你鑄造的功力很強 你才有辦法承受這麼高的 排氣溫度 尤其你用長時間 如果激烈抄架 融化掉都可以 所以說整個引擎設計 要非常的強壯 你才可以去做這麼高馬力 甚至用渦輪去把它壓榨出來 而且你不是只有引擎強就好了 你所有周邊的東西 壽命會跟著減短 因為溫度高嘛 整體的引擎是溫度高 所以你很多這種水管 你看現在這水管已經換過了 而且它的水乾乾淨淨 所以開薩巴的車 你要特別注意 水路 還有爆水管 水箱 都是它蠻容易發生的一些 耗材要換 水棒譜其實不貴喔 水棒譜我去查一個 副廠的零件 大概在兩千塊左右而已 那只是說 你必須要定期的去檢查 你的水箱 你的水管 還有周遭的一些 真空管等等 有沒有破裂的情形 好才不會等到 垢樓掉車 其實它不會抓溫度 上次已經 油水混合了 都還沒有抓溫度 你就知道這引擎有多強 反正就注意這個整個水路啦 我覺得整個 維護的零件啊 價格啊 還不會很貴 那也沒有大家想像的問題很多 而且買這種老車 你就是要買人家照不過的 少開的 因為才不會花那麼多的錢 去照顧這個老車 好我們去試車走 好啦 試一下這個Saba 9000的 當時200匹馬力 0到100的數據是7秒2 7秒2其實在當時已經算是 相當快的速度喔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基本的耗材不要講 你如果是以Saba 9000 比較長出現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這個 因為它的啟動馬 啟動的電流相當的大 會造成它的電瓶的壽命 汽車電瓶的壽命 其實蠻短的 喔 平均大概兩年 電瓶一定要掛 好險它原廠就有設計這個電壓表 當你的電壓 發現你的電壓過低的時候 你就要提早注意的電瓶 所以你看 阿橫 心事非常的細膩 1995年那個年代 25年前就在這個 儀錶板裡面 設計電壓表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喔 所以它啟動馬達很容易損壞 啟動馬達一般市面上現在 所謂副廠OEM的啟動馬達大約是在 3000塊錢左右 如果以這個車來講 那第二個很容易壞的東西 就是它的分電盤 因為當時是直接連火系統 它的分電盤是 一組是連在連接在一起 那一組如果現在的原廠間大概會在1萬塊錢左右 這個也是因為它的高溫 還有當時喔 比較先進的科技 當時啦 所以呢會造成它很容易就壞掉 其實這個渦輪車的汽油幫補 因為它的這個 噴油壓力比較大 所以汽油幫補損壞的都會比較快 再來一個跟大家分享就是 像這樣子的老車 因為 以Saba 9000的汽油幫補設計來講 它位置偏高 所以說呢 很容易 就會造成汽油幫補的損壞 好 那汽油幫補的售價也大約在6000塊錢左右 一樣是附廠的零件 那剩下的耗材 我大概查詢一下 我曾經換過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三隻引擎腳 如果是正常大概1萬塊錢 避震器我覺得沒有特別貴喔 避震器如果一些附廠 大概一組全車分四十大概是1萬塊錢 很多人就覺得說 哇開這種老車可能要付出相當大的成本喔 那其實 綜合起來看 其實它的零件並沒有比現在的其他車種 要來的貴很多 底盤零件一些拉杆 也都是幾百塊上千塊的一個單價而已 沒有特別的高 所以說也不會覺得 好像這個車零件取得很難 那也索性 以前的原廠 現在已經沒有代理商了 以前的原廠還有一直在支援這方面的材料 所以造成Saba的車在市面上 還有很多老屁股車迷都很想要把它留下來收藏 內行就知道其實Saba的引擎很耐用 問題不多 零件不貴 那取得呢也沒有那麼困難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其實因為到了這個年紀 沙漏廠已經也有很多零件 所以不管你一些 無論是方向燈的撥桿啊 雨刷的撥桿 甚至內裝的一些按鍵按鈕等等啊 其實在沙漏廠都很容易找得到 但是喔 其實以它當時塑料的這個材質啊 其實我把它稍微檢查過啊 一些這個出風口啊等等啊 其實都還沒有任何 好像會脫漆啊斷裂的情形 所以代表說它本身的零件 就做得蠻耐用的 4米8的車廠喔 它設計的引擎蓋有一點下斜 你就會顯得說你只能看得到你引擎蓋了一點點 然後當時的座椅設計跟現在汽車座椅底盤設計不太一樣 它的沙發當然是很舒服啊 但是它偏高喔 就很像它給了你很厚的泡棉 很軟的沙發 所以我現在現在這個位置我其實已經調到最低了 但是我坐起來其實還是高人一等的感覺 比起來感覺比現在的車喔 座椅的設計來的更高一些 所以我開起來有點不習慣 那其實當時它整台車的工藝喔 除了它自己引擎方面的能力很強以外 有沒有以前做分射機的對不對 再來還做什麼Scania Scania什麼 就是你現在在外面看到的拖車頭 頂級的拖車頭非常貴的 品質非常好的 因為它的引擎非常的耐用 現在市面上我遇到的SAP 大部分里程數都非常的高 隨便都二三十萬公里以上涼涼的 啊說到這個很多老車迷就會說 以前的國道公路警察局 也曾經用過SAPA的車款 總體來說我覺得底盤喔 也幸虧這個前車主照顧的不錯 底盤的反饋非常的舒服 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這個就是那個年代的一個 豪華房車的一個設計喔 它做的非常的舒適非常的柔軟 所以呢它的避震器 底盤能夠吸收大部分台北道路上的更洞 那即使到了現代而言 它也撐得上是一台非常舒服的 豪華型的家庭房車 那四速的自排傳統編速箱 我覺得之前常跟大家分享過喔 最吃虧的其實是在爬坡的時候 因為你永遠在市區或者是在爬坡的時候 你永遠覺得它少了一個檔位 二檔跟三檔這個落差太大 所以很容易會造成你爬坡覺得 有點稍嫌無力的感覺 但是在公路上在支箭加速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問題就會發生在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 就是爬賽 有時候像這種山坡有沒有 就是二檔顯引擎太大聲 三檔又顯沒力 所以就會在二檔三檔事件有引定 像現在是三檔爬坡對不對 可是呢我一到稍微拼環的地的時候 它又變成了二檔爬坡 我一到稍微拼環它現在又到三檔 可是當我又接下來下一個坡的時候呢 它又覺得太慢爬不上去 所以它又要降到二檔 所以這樣子的縮斜不斜的這種山路 就會造成它一直向下爬不上去 再踩身一點它又爬坡 坦白說以前這種老變速箱 稍微比較笨一點點 你看像現在是更斜的斜坡 它並沒有去偵測說 脫便斜的要降檔 那一切呢都必須要用我的腳 稍微再踩更深 甚至剛剛我踩更深它還不降檔 所以我要踩摘深 欸好笨啊 怎麼還沒降 我已經踩怪到底 它覺得它爬得上去 對啊 所以當時的這種變速箱的邏輯 沒有現在的 沒有應該是沒有邏輯可言啊 不過我覺得整個隔音的聲音還不錯 但是我們今天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它的風速永遠都好像維持在 你看我覺得要在最強的 對我們比較小 它永遠都控制在這裡 所以轟轟轟很大聲 但是它有冷溫喔 它有冷溫啊 冷溫在那邊 冷溫在那邊 冷溫在那邊變小 還是很大啊 還是我把溫度調高一點 2526 它會不會追轉器啊 變小了 變小了 噢 也是一個 噢 我快耳鳴了 剛剛沿路 這個風向手動的控制已經壞掉了 所以一切就是只能讓它 用恆溫來幫我們控制 欸這個會暈車欸 我開車我都快暈車了 靠近 太軟了 太軟了 有時候喔 情懷就是這樣 這個車也許有它 它的故事啦 這台車陪著它的 小主人 對不對 從小到大 看它長大 可能家裡 發生了一個 點點滴滴的事情 然後到它車要賣出來 當然它會覺得 非常的難過 那其實有時候 我們的職責就是 想辦法把它 保留起來 我像我們昨天去那個 計程車博物館 我有感觸很深 感觸很深的地方 是在說 其實 我們沒有 我們自己沒有 那麼多能力 可以把每一台車都 救下來 留起來 也沒有那個地方放 也沒有那個經費 去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喔 如果有 有追蹤 小事比較久的朋友 就知道 其實我很捨不得 把車爆飛 所以我公司 才會堆了 才會堆了一大堆車子 可是真的 能力也有限 然後如果 每台車都留著 真的沒辦法放得下去 整理起來又很累 好啦 公車案喔 啊 不要問我這一公升 可以跑七公里 好不好 他當初的表弟 是八公里啊 這是我覺得 到了這個 年紀了 應該 我覺得一公升了不起 大概六公里左右 應該算就很不錯的表現了 以前 有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 飛官 或者是機長 都很喜歡 開薩巴的車子 他們覺得這個是陸地戰鬥機 它這個換檔 那個油門的響應比 我上次開的那台九砂台還要好 上次那台我覺得油門有一點重 這台油門比較輕 軟軟 鬆鬆 踩下去 滑順的衝 而且它這個衝不是那種很暴力的 它那種衝是那種很穩定的速度 一直在翻加速 線性的衝 感受不太出渦輪的直直的感覺 因為為什麼 現在很多車為什麼會 會有那種暴衝的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它排氣量不夠 現在都小排氣量加渦輪 對啊 那你排氣量不夠推不動渦輪啊 你剛開始想要推的時候 它有個起步嘛 就像電風扇快壞掉之前的電風扇 你剛開始開的時候 它會這樣慢慢轉慢慢轉 然後之後再慢慢慢慢 所以起步的那個扭矩 你需要的扭力是最大的 現在如果排氣量是小排氣量的渦輪 你在踩的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轉不太近 然後等到它開始轉動之後 就變快了 所以就會變成前面會有一個渦輪直直 還有第二個原因 除了排氣量不夠大以外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渦輪做太大的 你像影響輪雖然是2000 可是它的渦輪直直 因為它的渦輪比一般的大也好 所以大一號的葉片更大 更難推動 所以它在推動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個渦輪直直 我跟你講喔 一般的車如果95年 我們的經驗啊 我們現在在開應該都是有個老太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對它不會有太大的要求 可是這個車在平地真的很棒 爬山是真的就有那種 老太龍東的感覺 可是我在平面開完全沒有 閉著眼睛踩油門 我不覺得它是一台很好車 它那個加速感 還有那個引擎的運轉品質聲音 我不覺得它是一台很好車 其實薩板 當然我開過幾台 我知道它的引擎做得很棒 對不對 但是不至於說 會讓我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失蹤 還這麼愛這個車子 BMW我知道我開更多人 我知道底盤開起來我覺得很棒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開過 我就知道為什麼這些人喜歡BMW 賓室開過 為什麼會有人喜歡賓室 各個車款 那薩板這個車其實我以前不太能夠理解說 因為坦白說 你站在現代的角度來看 其實薩板車已經真的 造型好像沒有那麼的 你要說它 新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會覺得它造型就顯得真的很老 很老 可是它那個老 又不讓你覺得說有到古典美那種感覺 是 胖胖胖胖的 跟那個時候很多的Volvo 他們做的都 那個年代做的就是這樣 胖胖胖胖胖壯壯壯 有啦薩板我覺得 比較經典 除了上次我們的那個 五門鞋背93 我覺得那個車款 因為現在很少 看得到那樣的車型 所以我覺得還算蠻頂雅 還有我最喜歡 我上次也講過 薩板 薩板900 我覺得那個感覺到現在眼光來看 就覺得哇那個真的是 典雅的那個線 那這種比較 九千其實坦白說以外型來講 沒那麼主流 因為它大台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我講的那種胖胖壯壯壯壯的 那種鋼硬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讓你覺得說 哇有像 一三十阿有沒有 或者是 一三六 或者是賓士的那種 那邊一二三 類似一二四 那種 欸 讓你覺得大水牛那種 絕對 有那種 很豐富 霸氣很壯的那種 古典美的感覺 我覺得九千就比較美 可是 我今天因為 可能因為這台車況也好 那我這樣整個開起來 我會覺得說 我能夠理解說 它開起來的引擎的加速這種感覺 是真的 蠻棒的一台車 那外觀這個東西 每個人看不一樣 我就 不予置評 有人愛有人不愛 今天很認真的跟大家分享這個 經典的薩巴車好不好 因為齁 這個車主 很難過的 將它 從小到大的回憶 交付給我們 我們也要用這個認真的心態 回來做好檢查 那思考看看如何 完善的交給下一個人 因為車主有交代 要幫他 挑選一下 那之後 如果有在上架 或在FB上架 就 興趣的觀眾朋友 再鎖定 小事汽車的FB粉絲專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 訂閱留言分享 支持我們做出更多 好看的 跟汽車相關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掰掰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